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子 你呢 我 我先不拜 我等人呢 等人 王一行是吕肃珍的弟子 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 我知道 但还有夜顶芝呢 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 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 夜顶芝 夜顶芝 听起来 挺强的啊 比我强 那如果他来了我选了他 你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啊 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 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 回我的前东城漏 你先来的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觉得啊 如果你们两个同事在我面前 我应该选谁 你应该两个都选 为何啊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优秀啊 错过谁你都会觉得很可惜的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世上只有别人 因为错过了我而觉得可惜 从来没有我 因为错过任何人了可惜 初选那日 我酿了一壶酒 而夜顶芝呢 烤了一只羊腿 所以呢 你怎么这么笨啊 一口酒一口肉 难道这不是天下间 第一等的快事 是啊 这的确是天下第一等快事啊 不是那酒 夜顶芝便是那肉 我们两个在一起 便是你今日最大的收获 你说的有道理 好 我陪你等 你还好吧 好 不太好 我听见他真期待四处乱窜 刚才那个怪人 该不会是以为 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 所以用了狠力 我得马上调戏一下 我来帮你运气 很快 你需要多久 少说得小半个时辰 他这伤必须先在手之 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朱可云 我们少夜人 也不好对付 我为你们护法 我 没想到你会的 可真多呀 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 转心流伤吧 真好啊 什么真好 年轻而绝世的少年 他没有你 他在这儿 我只看得到 他对谁 他没有出现 还是什么 等你 哥哥 他也能够出他 你以后 他就找他 或者是你的 就没有这个人哪 我一入门开始 我就说二弟子 反正我是没见过 他们应该也没见过 师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 真是个奇怪的人哪 说对了 师父说过 这人哪 要是越奇怪 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 你看我 多奇怪 刘悦也奇怪 他们也奇怪 而你 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咯 当然 师父更是起了个大怪 雷儿 你话太多了吧 得嘞 师弟 走你 一定要这样吗 这份道理我可受不起啊 这是拜师又不是拜堂 师父 懂吧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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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 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 小妹妹 这是在哪儿啊 这是我家呀 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 那请问你是谁啊 我叫李海依依依 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 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 女儿居然这么小 你在哪儿呢 说 CT chauff 这位叔叔好奇怪 你是不是 脑子不好呀 跟我爱爹 一样骑人 乖 可不能这样说叔叔啊 Если 你 你看似 measure 在下百里东军 以后还请多多照顾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 收了一个土地啊 这是我内人 这是我小女儿 这是我家你个傻子 管谁喊师娘呢 我知道 虽然吧按照辈分来说 你应该喊我师兄 但是我真不介意 抬抬我的阶位 要不这样 你也甭喊我师父 喊爹 要不因为你女儿姓李 能闹这么大笑话呢 她是跟我姓 赶紧嫂嫂姓名 建新种 李新月 我听我舅舅提起过 那可是押了 明建山庄一头的 住间世家呀 雷兄 你可以啊 没想到你在外面 微风凛凛 回家竟然是个坠婿 从有一日 我也会离开这药王谷 去看看它外面的山川河海 走走着人间天地 什么时候 在我找到真正的传人 你师弟的时候 那不好意思了 你一吐我就不陪你的了 我今晚把药 造成丸子 放到你的行囊里 每日午饭后 你记得要吃上一粒 一共一百粒 我又在青州的沐家 要了一味药粉 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 这药王谷的所在 所以 想让你帮我去拿 可是青州也太远了 什么青州 沐家最珍贵的药房是秋炉 秋炉在天启城 你此行事去天启城 你不是早就想去天启城了吗 那便去吧 反正有一百颗药丸 够你活活到明年的了 去了天启城 要玩得开心 也要记得回谷 好好学艺 我的药还没抹好呢 要不要这么新鲜 天启城 天启城 我来了 纵然我算遍天下 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 竟会是这般模样 看你的大山 看你的大山 我看你的大山 是因为他在这边 说明天启城 你真是能够 尽管 但你太远了 你真是是 我的大山 你真是是 技术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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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你真是 我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 我真是 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 等你讲完 我就放你走 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 就像这道龙中鸟 虽身处囚龙 却偏偏 向往外面的天地 我若说想带她出去 也不知道她肯不肯